别问我工作理想是什么,我的理想是不工作,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劳根了,其实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们的潜意识,真的不想去早高峰赶地铁,更不想996,希望早日实现财务自由,就像李子柒那样归隐田间拍拍视频也能赚钱。 说到财务自由,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资产产生的被动收入,超过了他的日常开支,自己不再需要为了钱而工作,从时间换钱的生产方式转变为用资产换钱的生产模式,在中国实现财务自由的门槛至少在600万,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,不一定非要实现财务自由,但不断追求被动收入的提升还是很有必要。 那么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呢有很多,比如当包租婆啊,股权投资等,但是这些个门槛都过高,今天就来以我自身的经验,来讲五个适合我们普通人的实现被动收入的方法,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第一,购买基金,说起投资啊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房地产或者股票,但房地产购买门槛高,动不动就几十万首付,出售变现非常慢,而股票虽然变现快, 但个股涨涨跌跌,一般人难以从中盈利,而基金啊就不一样了,相当于用你的钱一次性买了一系列股票和其他产品,有效的避免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如果大盘啊整体上涨,那么基金一般会上涨,那么如果大盘跌,基金买的那么多股票也会东边不亮西边亮,不会像个股那么大喜福。 那么下面我们来几组数据,先看看中国股市25年的数据,从90年的96点涨到了15年的3200点,如果最初买了基金并持有,资产翻几倍是前而易举的,再看看美国200多年的股市翻了4000倍,即使中途发生世界大战,金融危机,总体趋势依然是向上的, 而购买基金就是呈上上涨的趋势,规避个股的风险,非常适合个人投资者。 第二,投资债券,债券是国家政府企业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,具有固定利息,只要债券发行方不经营不善,一般不会有什么风险,债券作为金融市场最大的金融品类,比股票市场要大将近一倍。 能被这么多人喜欢是有其原因的,手下债券的发行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核,一般风险较低,债券的发行方会定期支付票息,有的是到期后一次性支付,有的是每年支付,有三个月支付到期后支付本金,本金的损失风险很小。 这个其次,债券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,可以根据资金需要及时的变现,虽然债券也会有价格的波动,只要不是选择的垃圾债,也不会出现巨幅亏损。 第三,投资股票,70%以上的人在股市是难以赚钱的,但是其投资门槛低,几百上千就能做股市投资,只要我们遵循那一定的纪律,在股市里保持盈利并不难,结合我个人及身边朋友的经验总结出以下的几点。 一,恪守投资纪律,形成自己的原则,买什么,怎么买,怎么卖,什么市集买卖,都要形成自己的原则,同时要克服人性的弱点,才能做到涨跌不惊。 在这上期有提到,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回去看一下。 第二个,深入研究股票,不管你是技术趋势型还是价值投资型,不管是长线型还是短线型,都需要深入研究你计划买入的股票,切不可听小道消息或者凭感觉买卖, 这样可能会正确几次但错误居多,损失惨重。 三,不断学习,想要消耗股市需要知识面广,涉及公司经营,财务,宏观经济等,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 第四,做创作者,自媒体,享受流量红利。 这也正是我现在正在尝试的一个,现在国内外有大量的可供普通人施展才华的平台,国内有抖音,快手,B站,微信公众号,国外有YouTube,只要你有料,不管是关于什么领域的,写成文章或者做成视频有一定的观看量,就可以拿到平台激励或者外部广告费。 这项收入也是很可观的,李子柒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如果你的知识足够系统,还可以写神书,电子书或者是付费课程,那么进行出版,售卖,享受版权的收入。 第五,联盟营销,这两年非常流行社交电商,将你发现的优质商品结合你的测评,体验,分享给自己的粉丝。 粉丝购买后可以获得相应的佣金,不少人通过这个每个月能赚个零花钱。 国内营销联盟有京东联盟,阿里妈妈,金分等,国外有亚马逊,各种细节十分推广的平台可供选择。 只做联盟营销做大的公司也不少,就比如什么值得卖,当然要想做的好,如何写软文,如何做网站,如何做SEO都需要系统化的学习。 以上都只是简单的入门介绍,任何一项都可以花上很长时间来进行系统化讲解。